《沉迷人生最好的時光》 張寶華 繼續《最好的時光》 剛才很興奮 謝謝你的即席表演 不用 你喜歡香港人 你為什麼喜歡香港人 香港人經常說我們很時賄 是嗎 為什麼你會喜歡香港人 我覺得香港人很勤奮 大家互相幫忙 禮貌 我看到那些 我看到很多 因為我其實都很八卦 我在街上幾乎見到什麼人 都會聊天 我看到很多人 這麼多年都遇到不少人 我覺得香港人是真的好的 但你不覺得香港人很勤奮嗎 很多人覺得香港人很勤奮 尤其是氣行也是 這個筋紅頂白都很勤奮 你沒有這個感覺嗎 沒有 但你知道什麼叫筋紅頂白嗎 也不是我知道 其實我都會 很勤奮 可能有些事情 跟筋紅頂白 你紅的時候 我就來托你 到你不太紅的時候 我就不理你 這些都是正常的 不要說香港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社會上 都有一些問題 很多人都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他看網上或電視 看到誰正在紅 其他人都是支持他 我也要支持他 大家就像一隻羊一樣跟人 誰是紅 就托著他 不紅的就撇掉他 所以你覺得香港人 就算有這個特性 也不是什麼罪 全世界都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這樣 沒有分別的 都沒有分一個種族 國籍 沒有分一個膚色 你自己喜歡香港人 你太太也是香港人 你也很喜歡廣東文化 其實香港過去回歸了十幾年 其實我們的生活模式都很保持 直到這幾年 這兩三年 大家都有一個很強的感覺 其實那天婚獎禮 你看到群情這麼洶湧 大家都很分享一樣的共鳴 就是 似乎香港人的身份 好像被矮化了 現在好像剛才我說 煲冬瓜 國語優先 現在讀書 教學都說要用國語 每樣東西都好像 中國是最好 我沒有說中國不好 但我只是覺得香港 也有很好的地方 那你有沒有 感覺到香港 是不是真的有邊緣化了 以你自己去看香港 是有點不同了 你覺得哪方面 我要想想 要想想 或者我問你 你曾經在做一些不同的訪問 你說之前你覺得 香港的絕望指數是八十 八十幾 為什麼會令你覺得 香港的絕望指數是八十幾 我是比較敏感的 變成 逛街或者跟人聊天 我是會感受到很多東西的 你感受到那些人 感受到那些人的感受 是的 真的感受到很多人都幾乎放棄了 放棄了什麼呢 放棄了改變社會 放棄了教香港 很多人都放棄了 或者是接近的 接近尾 所以很多人都很灰 嗯 感受到的 嗯 但我也是覺得 我們上個星期的那個show 嗯 其實是 好像是給了一些精能力量 嗯 給了香港的市民 因為那個 絕望的指數好像是降低了 現在好像70%多 就不是80%多 是的 你覺得香港人絕望有什麼 我們都看到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 嗯 很多事情做不是為了市民好的 嗯 是為其他人好 我們都想 防止這件事 我們想 全香港都可以生活得開心 大家都可以找到吃 大家都不需要被人管得這麼嚴格 那你 這件事是需要政府去聽你的意見 那很多人都覺得政府不聽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你覺得香港政府現在有沒有聽市民意見 你也是香港人的一份子 政府的問題是 它有絕權 absolute power 嗯 那變成了它可以不理你 你怎樣做 它都不需要改變 嗯 那既然是這樣 你唯有就希望 它都還有一些心 那麼就向它的心去 請求它幫回香港 嗯 那你覺得有沒有這個心存在 始終應該是有一點點的 嗯 應該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因為有個問題是 嗯 如果你覺得沒有可能改變 嗯 那就是沒有可能改變 嗯 因為你覺得是沒有可能 變成是沒有可能的 嗯 另一方面是 嗯 如果你有些人 你是需要以求他 去 去 令你的生活 開心些 或者 你的工作環境又開心些 或者什麼 即他是拿拳的人 如果你有一個人 如果你對他是很兇的 是不停地罵他 不停地罵他 不停地罵他 會反效果 但是呢 好像你們現在這樣 你們現在是唱他 你不是罵他 而是唱他 你覺得他會不會有反效果 怎樣唱他 即是你們改了這些歌詞 唱得很開心 但其實是一個抗爭來的 都是在唱他的詩證 亞時永恆 只是說亞時 香港地 其實也不是說政府不好 香港人精神 只是說香港精神 譬如毛記 去很多歌曲 例如TSA那晚 小朋友出來唱 但他們都是說事實 所以就是這件事 而問題就是 不是你說不說事實 就算你批評他 其實你也是批評事實 你唱他 其實也是唱事實 但他就會不高興 你怕不怕他不高興 他是不理睬我們 他不高興也沒辦法 我們都是說事實 我們只是說事實 如果你是什麼都沒有 他就說別人就不成功 我們說一些事實 其實我們說的環境是不行 但我剛才也說 一個人是拿著拳 你不停地罵他 通常是會反效果 他會越整越緊 他會覺得 你這群兒子 你搞什麼 我以後都不理你 但其實你們擔不擔心 其實現在 我不要說 只是說毛不毛記 而是 現在 譬如他覺得 很多年輕人 你又不聽我說 你們現在就惡搞些歌詞 唱我 笑我 笑政府政策 笑一帶一路 笑TSA 我也不清楚一帶一路有什麼好處 笑 這些我們大家都不清楚 有待政府再說清楚一點 有排隊 有排隊 問題就是 他們會覺得 你們現在是不是教壞小孩 你會不會 其實 如果香港有前途 如果有人可以教香港 其實是下一代的 而下一代要教香港 是需要獨立思想 是需要有創想 有創意 那麼 現在正在改教育 排隊的人 其實不想 不想小朋友 有獨立思想 他是想他 乖乖地讀書 讀完書之後 就出來幫公司打工 幫他賺錢 但是這個方法 社會不會好的 你真的需要學生 可以自己想 因為你有獨立思想 你才會想到新的東西 而你想社會 改善到 或者現在的問題可以解決到 一定需要有人想到新的概念 才可以改善 我同意 但現在香港 自從雨傘之後 其實就變得很政治化很敏感 如果以前 其實以前 《歡樂今宵時代》 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盧凱鵬也有唱這些疑似創作的歌 但當時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人們會不會覺得 你為什麼這麼投入政治 這件事會不會很政治敏感 其實你有沒有這樣的擔心 敏感變成不是市民敏感 而是政府敏感 她知道她是解釋不到她現在的行為 才會出問題 但香港人 其中一件事是非常重要 基本上是不會搞事 我們不開心就是告訴別人 但我們不會出來暴亂 暴動 不會這樣 不會做這些這麼惡的行為 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只是和平地說 只是說事實 只是說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其實政府可以聽 不用做 但是她不需要反應 其實她不需要讓你們的兒子說話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現在似乎不是香港人的政治敏感 有時會不會是政府或當權的人 拿著權力的人太敏感 我又想問一下 總之早前 其中一份左捕批評 你們的分獎禮是嫁壞小孩 其實有人都說你們正在搞抗爭 不過是一個快樂的抗爭 你自己怎麼看 抗爭? 我不覺得是抗爭 我覺得是 只不過我們是說出來現在的感受 我們沒有要求這些 只不過是說出來的事實 可能有些人不想聽事實 不是抗爭 所以如果繼續他們無忌 或者不要說只是無忌 有不同的團體 例如找你 阿榮不如你過來幫我們唱這類的歌 或者參與這類諷刺時弊的東西 你會不會都接受 未必 都未必 始終諷刺這件事都有個問題 你需要的人很厲害 是 那你一百毛無忌的那些人 是真的聰明到你很順 有多少人可以像他們那樣聰明 可能會有很多人出來想學他 想抽他 但不是真的能做到 是 你都聽到這麼多歌詞很棒 是 你不是這麼容易做到 是 是 也要看背後的人是有什麼態度 什麼意圖 什麼動態 那一百毛 厲害 我覺得你可以從政 我不行了 為什麼你不想想 立法會選舉9月 你報名報得遲 如果你去選 少得這麼大聲 如果阿榮去選 你投不投票 如果是你的選區 還要入口 你有粉絲 有選民 真的可以想想 沒有 我想那些政府是很難改的 不要說香港 美國的民主都是假民主 有人說我們要什麼真普選 但美國也沒有 澳洲也沒有 英國也沒有 全部都是自己人選自己人 其實今時今日是沒有真民主的 不過被人騙了 美國那邊 其實那些選票都是用錢賣回來的 例如 現在他已經取消了捐錢給誰 這個 Sorry 這個 經常都不記得怎麼說 這些投選人 就是 candidate candidate 候選人 候選人 現在取消了捐多少錢的限制 所以那些大公司就是淫捐 那些錢給了他 如果他入圍之後 那些錢是要還的 對 不是免費的 那他是怎樣還的 就是幫那些公司改法律 或者是如果政府是有什麼活動 或者有什麼contract 那些錢給他 其實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你本身對時事是否都很敏感 就是社會新聞 社會脈搏 發生什麼事 你從來都敏感 都不是的 世界上的東西就敏感些 香港的東西就少些 反而是 我在看世界新聞 國際新聞那些 你反而不會留意 會的 那現在 我會看到一些圖案 那現在你對香港 就應該發生什麼事 你應該更加留意 現在你是參與其中 我是感受到 不是留意 感受到 但其實香港現在這些事 其實在美國也正在發生 我又想問你一個問題 最近有很多事情發生 社會有很多事情發生 令到有很多的中產 就覺得 不是 現在好像香港社會 跟以前有些不一樣 只由有錢人和窮人 中產都沒有了 對 就想移民 我就是想說 很多人都想移民 那你其實就是澳洲移民來香港 那你會不會想過 有一天你會移民回澳洲 不會 有選擇就不會 有選擇就不會的意思是什麼 你想想 我們過去29年 差不多29年 都試過很多次都很辛苦 都沒有放棄 都沒有離開 接下來就算辛苦 我都不會離開 但是 以前的辛苦 和以後的辛苦 可能不一樣 你以前可能就是 工作的環境 比較辛苦 都試過沒有錢 對 都試過沒有錢 但現在的人 就不是怕沒有錢 怕沒有自由 是要找另外一個想法去面對 即是見步行步 對 我們這個節目 叫做最好的時光 通常我們到最後的時候 一定要問嘉賓 你的最好的時光是什麼時候 你呢 你的最好的時光是什麼時候 這個很容易 頒獎典禮 那個時刻應該是最開心的 對 沒有得贏 那個感覺是怎樣的 全場是洶湧 哇 掌聲如雷 非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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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知道是一生一遲 不過 也不一定的 可能明天你在空館 有些人誤會了 那晚我們獲得什麼獎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他之前安排兩首歌 亞視永恆和香港地 我說兩首歌 他說每個都是唱兩首歌 OK 沒有說過給你看 沒有說的 但你穿了這個Taxeto 不是Taxeto是曬裝 但你打了球 打球 因為我是尊重他們這個Show 原來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真的 那一刻 你又這麼巧 我有問他 應該穿什麼衣服 我希望你比較尊重 其實你會看 因為很多人本來是少看這個Show 一百無無幾 這個Show當然是笑話 但他們想不到 幕後幕前有這麼多人 是會全心全力去做 出來的效果是不同的 出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專業 很專業 工程力是有的 本來沒有的 但我們做出來的效果 變成是有的 我預算是一生一次 但是我不知道有兩個獎 我不知道 就算是金曲也會給我 更加不知道後面 是最受歡迎藍歌星 全部都是當晚給我才知道 我只不過是 我看到方健儀拿獎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不妥 你覺得有些不妥 有些不妥 就是因為 你明明跟我說 每個人都是寻兩首歌 現在看到其實是一首歌 有一個獎 我有兩首歌 即是說我有兩首歌 那你只是兩首歌 有兩首歌 有些不妥 我明白 我明白 你當晚那個香港的 真的很貫注全場 全場的人都很慘 我前面擔心幾位男士女士 不小的 我想他們都不小 都四十多歲 我看他們的樣子都很像 全程遮蓋著我 全程是站在那裡 看到演唱會又敬搖 不斷在那裡上載 全晚 既然這麼興奮 你可不可以馬上給我們一個最愛 又唱你今晚的 首歌名曲 這個香港人 唱一點點好嗎 好 你練了四百多次 四百多次要表演一下 不是騙人的 四百多次 好 我們又音樂了 好嗎 讓你馬上表演一下 這首歌 送給我的香港 不管事情有多困難 環境有多亂 你都還是我家 之前是 現在是 將來 都是 同熱愛這片土地 大家黑骨銘記 受惑起生月死 也是香港地 對於這個地方 我和你同一個同感 同一個想法 我和你同一種人 雖然你又你忙 我又我忙他又他忙 各有個行業 但是聽過同一首忘記 廣東到旁 北京到旁 那些劫塞不同一個海港 大巴小店接迷 就是我們這一個香港 右邊有很多金行 左邊有很多藥房 面目全面 還有我們這一個香港 經過幾多風暴的樓家 已經壓立不到 似雲山下麻岸山 是依舊死造爛造 新機場不再新鄧華想製 多條跑道舊車廂 不再用鄧森車廂 有故障信號 新老總 新報紙 新TV 新主持 誰說我不懂事 基本上不再是白紙黑字 經過幾多青水真江仔 仍然是真江仔 見過幾多風浪真江人 仍然是真江人